我永遠無法忘記這趟旅程 因為我在東印度 瞭解了無須雕琢的藝術整體 你不要覺得我好像很色 好像那種變態狂樣 不是 因為它做得真的很像很漂亮 不會Ruby啊 不會Ruby 想認 好吃 學招 冒險是像自我挑戰的遊戲 踏出看守世界的地步 你就是冒險王 印度 世界四大文明國之一 它的宗教藝術 也相對的多元複雜 而印度的藝術之源 據說就在日出的方向 在那裡 一個駕著牛車的男人 一個手抱嬰孩的女子 每一個與你擦身而過的路人 直刀能雕 舉手能畫 2004年2月25號 我在東印度 遇見信手年來 渾然天成的藝術整體 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印度的加爾哥達 然後大家一定想說奇怪啊 喔 你還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火車站 你這樣子看真的是蠻看不出來 我剛剛也看不出來 那想說為什麼火車站我們要特別拍呢 因為喔 全世界的第一條鐵路在英國 第二條 就在這裡 這個是開頭 這邊是起頭 然後當初呢 英國人在印度殖民的時候 其實他們 就是殖民者 對殖民地做的一些事情 其實有很多爭議 但是只有這一件 他那時候在英國蓋了鐵路 這件事情是大家 啊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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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這一件事情毫無用自已的 完全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事 加爾哥達 印度的第二大城 不論航空或陸路 他都是進出印度東部的主要門戶 根據統計 每天進出火車站的人數 更是高達150萬人次 很榮幸敵 今天我也是這項紀錄的創造人之一 在火車站內的公布欄上 依照預定的班次與姓名 找到了車廂與座位號碼之後 隨即跳舞上火車 展開我的冒險旅程 很明顯的 我們現在又在火車上面了 這一次呢 我們要坐11個小時的夜班車 從加爾哥達到南邊的鋪裡 坐臥鋪火車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雖然不能夠說總事啦 不過也算常常 但是我們這一次的重點呢 在於我們捨棄的那種 包廂式的頭等艙 而改到這種沒有隔間的商務艙喔 就是我們這樣跟大家睡在一起 我們一邊走路一邊走路 說大家哈囉 哈囉 然後我剛剛還認識了 一個義大利人 一個印度人 然後跟他們聊天 好 現在我們的位置到了 我們的位置呢 就是這樣子 你一定覺得這好像是兩個人睡的地方 對不對 我告訴你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在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要睡六個人 怎麼睡 我現在跟你講 上面兩個人對不對 這邊 打開以後 噴噹 兩邊 兩邊我們再睡兩個人 下面呢 噴噹 再睡兩個人 睡二 四 六 總共是六個人 然後這邊是比較好的 因為說我們上面是有空調 但是這個空調呢 也只在車子開的時候 我們才會有 車子一停 馬上就只能又靠這支電風扇 在福原廣大的印度 火車算是經濟實惠 方便快速的交通工具 不過 在這個遵從總性制度的國家 連火車都有倉等之分 我們坐的車廂 有床鋪 空調 電風扇 算是高級舒適的頭等艙 可是一張票的價格呢 卻是見名階級好幾個月 甚至是一年的收入 所以在車廂中看到的 大多是觀光客 或是當地穿戴整齊的上乘人士 但是 在這一道門的後面 卻是另外一個黑暗的世界 唉 想不到 一道鐵捲門 劃分了百年不破的階級 也劃出了印度的天有地 因為我們這個車廂呢 算是跟他們一般 就還有在經濟艙的 所以他們用這種鐵門 把它隔起來喔 分隔開以後 那邊的人不能夠過來 因為這樣是確保我們的一個安全 用的東西啊 什麼行李全部都放在那邊 還有他們的廁所 人性化的設計 我們一般火車的廁所 是這樣子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請往上看 有沒有看到這個電風扇 一般我們上廁所的時候 其實最怕的是什麼 公公廁所非常悶熱非常臭 但是你一進來 我覺得這個東西比冷氣還要好用 然後呢 他們這邊的廁所啊 都會有一個這個 算是一個小杯子 然後裝水 我之前在想 用這個沖馬桶啊 好像不太夠的樣子 結果不是 因為印度人他們習慣用手吃飯 右手是吃飯的 左手是洗屁股的 所以這一桶水是用來洗屁股的 抽水馬桶在這邊呢 我沒有看過這麼棒 這麼棒 這麼棒 這麼性格的一個抽水馬桶開關 他是這樣 太差 我覺得這個廁所 算是很性格的一個地方 乾淨的廁所 明亮的空間 通風的車廂 這就是我們今晚 贊助一宿的行動飯店啊 隨著窗外的景色 由昏黃變黑暗 窗內的人聲 也從吵雜變安靜 十幾個小時的漫長車程 睡覺肯定是打發時間 最好的方法 不然 在高級舒適的臥鋪車廂裡 還能幹嘛 現在已經9點多了 整個火車 因為這是 整個火車除了旁邊這一輛 其他大都差不多睡著了 去找我們的義大利朋友 跟他聊聊天 好 我的朋友 你告訴我 你來自義大利 對 你告訴我 你來自義大利的幾次 對 每年 每年 我來自義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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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我來自義大利亞 多久你住在印度上 在五個月 因為我來自義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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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了一些傳統的事 從印度上 送我來自義大利亞 我來去伊丹利亞 我去台灣 我去做這些傳統的事 傳統的事 所以你來自義大利亞 我剛剛想說怎麼可能有什麼工作可以讓他停五個月在這邊 原來他也是會帶一些東西有點像類似跑單幫這樣子 So, you two, you are friends We are friends And you know each other Yes, on this channel Yes So, you are a couple? Yes New Mary So, you are going to Puri? Puri, so how long you stay there? Four days How old are you? 30,30 years I mean it's early or the most people It's called normal actually In Indian life it's a normal age Normal age How old are you? I'm 29 39 And you? 30, I'm not married as yet You're not married? In Verge, you know, looking for girls You have any Taiwan girls? 兩個想做台灣女婿的年輕人 甜蜜的新婚夫妻 跑單幫的義大利人 加上火車在鐵軌上 卡丹卡丹奔駛的聲音 被我度過了漫長的車程 半夢半醒中 也不知道到底搖晃了多久 我們終於在夜色裡 抵達了位於奧里薩省 東方的小鎮 Puri 我們現在提早了大概20分鐘到 然後 其實在火車上睡覺這件事情 是這樣子 就是你可能睡了10個小時 但是起來你還是覺得沒有睡到一樣 因為你會一直搖 一直搖一直搖 像是暈車暈了10個小時那種感覺 我們在晚間才抵達這裡 實在是一些蠻可惜的事情 因為Puri是以浪漫美麗的海景聞名 但是蘇明說 美麗的海景天天有 明天再看也不遲 可是今天晚上有一場生會 錯過了 再等一萬年 我現在的位置呢 駕著牛車的男人 手抱嬰兒的女子 每一個與你擦身而過的女人 是刀難駕 舉手文化 藝術就是他們身體裡的血液 我在東印度 遇見渾然天成的藝術真諦 我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Puri這邊的一個夜市 但是非常非常特別的是 這邊的夜市裡面有海盜船喔 而且這個海盜船呢 它還是人力的 我記得我們之前在泰國 看到摩天輪以後 這個是最令我驚訝的一個東西 它是人力的海盜船 沒有看過這樣子 Go Go 現在呢 我們就坐我們的海盜船 來看看Puri這個夜市 還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2 2 3 2 2 3 2 3 3 2 3 3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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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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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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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Ruby還不便宜 那應該要多少 三塊Ruby 應該兩三塊Ruby 兩三塊Ruby 所以印度這邊物價是很低的 很低的 物價很低 好 那我要這個五塊Ruby 一塊個 Ruby是印度的幣值單位 一塊Ruby相當於0.7塊台幣 也就是說只要花台幣三塊半 就可以在Puli的夜市 吃到一條新鮮的鎖魚 貴不得蘇明極力推薦給我 這個對海鮮愛不釋手 欲罷不能的愛吃台灣人 滿貴的耶 比較貴 蝦子比較貴 蝦子比較貴 這個十間 沒有蝦子 沒有那麼多 不是當季的 沒有 好 我們現在就給它弄好 好香喔 炸好了 說明他們這邊吃東西 一定會放洋蔥一起洋蔥 一定的 一定的 炸的東西應該是洋蔥 炸的東西應該是要加洋蔥 炸的東西應該是要加洋蔥 算好像我們那邊吃那個高占塔一樣 黃色的這個是什麼叫 這個是辣椒 辣椒醬 辣椒醬為什麼說 欸 真的辣 喔 哇 這樣吃掉啊 喔 這樣吃掉啊 我先把它吃這一塊 這一塊肉 胖胖的搖搖搖去 很新鮮的 很新鮮的 鍋的炸好吃的不吃 好好吃喔 這個魚有汁耶 它炸得剛剛好 就很有汁 然後像那種油脂啊 你知道嗎 香 嫩 好吃 我們盤子等一下再還給他 我們這下面去看看 對 好 所以你們的夜市都是賣比較 像snakes那種東西 大多數來這邊玩的人 他們很喜歡吃snack 所以你們沒有像什麼 飯啊什麼的沒有 比較少 這些地方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 這一個是賣什麼的 這是賣個豬根跟英國餅 台灣豬根的裡面 我們這邊叫我五名的一個 是muguchara muchara det muchara 它把蛋跟那個肉這樣 跑跳跳跳跳跳跳 然後再把它蓋起來 你在煎 啊 好了 比較好吃 這一塊 好吃 然後你們吃任何東西 一定要加洋蔥 一定要加洋蔥 譬如說你們炸的骨 有香藥 好吃 其實很脆 其實很脆 英國殖民地幾百年了 它沒有被改變 英國殖民地以前有回教 對 回教工期也沒有用 英國以前還有那個葡萄牙 對 各個國家都來過 都來過 沒有用 這個從很久以前就有了 它是非常堅強的 對 這個蛋品很堅強 很簡單的 可是不會再改變 蛋 好吃 堅強 是不是認為形容印度人的熱情 最恰當的字眼 一個短暫的國度 有文明不稀奇 成為一個將文明代代相傳的古國 才值得敬佩 而不然眼中的印度 正是一個這樣子的國家 話說回來 在一個夜市 就可以讓我們有如此深刻的感受 印度 還真是一個奇妙的地方 Puli的夜晚 十足的熱鬧 歡笑 儘然就是一座 矗立在 Orissa東方的畢業城 而白天呢 Puli 又會是什麼樣的風貌呢 就我們平常看到沙子就是沙子嘛 海灘旁邊很多沙子 沙子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啊 可是在什麼人的手上啊 展現 不是說沙子我拿起來 了不起就是丟你而已 對 可是他們沙子弄起來 變成很漂亮的女人 駕著牛車的男人 手抱嬰兒的女子 每一個與你擦身而過的女人 是刀能雕 舉手能畫 藝術 就是他們身體裡的血液 我在東印度 遇見渾然天成的藝術真諦 好漂亮喔 五分鐘而已吧 大概 可是這個人做的就醜了一點點 這邊呢 是他做的 你看這一隻腳 是他做的 很明顯的這一隻腳 KK 這一隻腳怪怪的 對不對 對 你看這個腳 好像真的喔 藝術這個東西啊 我跟你講完全是主事業賞飯吃 你有那個天分就有那個天分 你沒有那個天分 就沒有那個天分 你沒有那個天分 你會做也沒有用 做起來看起來就是KK 有沒有 這隻腳掌 感覺上是非常非常臃腫的一隻腳掌 有沒有 感覺上很像大胖子的 可是你看看這一邊喔 這一隻腳 這一邊的 他真的只要 他真的就是只要這邊 一個腳踝 你就覺得哇 這是一個美人的腳踝 欸 等一下 欸 對 他現在在幫他穿裙子 這是一個裙擺 哇 哈哈哈哈 好神奇喔 就是各種各種線條 都是非常自然的 哇 你看他穿這個 沙龍啊 剛好圍在肚臍下面這個地方 好棒喔 哇 說明他們怎麼能夠做這麼漂亮啊 這個地方呢 這個布里還是這個歐利俠 你們在歐利俠嗎 那邊是歐利俠 哦 就是藝術的中心 藝術中心 到現在全民都最好的石頭雕刻 是這個地方的人做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 這個人的錢袋 是雕刻石頭的 現在他是拍照的人 來這邊可能幫客人 幫人家拍照 賺一點點錢 但是他裡面的那個藝術還在 就是那個細胞還在 他天然的會做這些事情 他裡面的藝術還在 他天然的會做這些事情 一個在沙灘上 幫觀光客拍照的人 也會是一個信手拈來 隨時隨地都能創作的藝術家 難不成藝術 是他與生俱來的本能嗎 他有去學這個東西嗎 那他在做這個的時候 他腦袋裡想的是什麼 不是叫 把菜地給她撒塌 是不是 然後他在說 那個阿薩家 是西古城的 你把菜地給她撒塌 你是把菜地給她撒塌 對吧 不是 剛剛說 是 我不喜歡什麼 但是一個女孩子 看得一跳 他頭腦就摸 看得到 他是不是很喜歡講話的人 藝術家是這樣的 藝術家 你看如果一個藝術家有沒有 沒有 張大謙如果這樣 他就不像張大謙了 藝術家就是這樣 藝術家的個性 這個真的很漂亮 他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那個 我在現場看到 我不知道拍得出來 可是他這樣子這麼像 我要摸他的腰對不對 我們一般很自然的狀況 我們要去摸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會抬頭看他有沒有在看我 我剛剛就是這樣 要摸了 我要摸了 然後我看他 有沒有在看我 我會覺得害羞 然後會覺得 摸人家的腰是不好意思 Poly人的藝術天分 可以追溯到13世紀 當時的Orisa地區戰亂不斷 國王那拉辛哈德瓦 為了慶祝戰爭的勝利 修建了這座逐漸高達70公尺的神廟 作為感謝太陽神的凱旋紀念碑 神廟修建的時間長達16年 參與的工匠多達1200人 這些全國各地工匠精英 在奧里薩傳授記憶落地生根 流著藝術的血 過著藝術的生活 因此奧里薩成了全印度藝術的源頭 人們在談多,真正需要把藝術的quel獻 這邊每一個家庭都有筆畫神 一般20個家庭都是藝術家 他們自己畫的啊? 他們自己畫的 不是請人家來畫的 他們有時候請人家 但是有些農村的人 反正在這個村子裡的人 他們的藝術不是一樣的 這邊村共有九種藝術 好 好 不一樣的家庭做不一樣的藝術 保守估計 在普利地區擁有 非凡技巧的藝術家庭共有一萬五千個 一個路邊的小販 一個手抱嬰孩的女子 一個駕著牛車的農夫 他們可能都是藝術家 不過蘇明卻說 普利人不是藝術家 他們是真實的藝術天才 這個是 做起來是什麼東西啊 他做神像 神像 這是面具 這是面具 這樣子 然後他會畫神像的樣子上去 那他這個是怎麼做的 他用手在這邊推的嗎 他首先做一個模式 模式 模式 先做一個模式 然後上面他貼那個紙 把紙弄絲 然後這樣推推推推推推上去 對 他塗這個是泥巴 要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就是 香料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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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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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沒有怎麼塗 反正把它塗平就對了 這跟我上次抹牆壁那個有一點點像 這個其實要塗厚一點才容易塗厚 你薄 哎呀 沾到我的褲子 可以不好 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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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一邊 塗 塗 塗 你看 它的就很平 塗 我的就變這樣 塗 塗 然後加一點點水 對上次那個也是要我加一點點水 然後 往一個方向 往一個方向 你看看 你看看 哎 很快就又平了耶 好好好 這個給我這個給我 馬上上面就平了 這個給我這個給我 我會我會我會 這種動物面具是婚禮慶典中由舞蹈家所佩戴 在歌舞宣天之下帶領著新郎的隊伍 親往迎娶新娘 而這種特殊的儀式特別流行在 歐里薩南方的村莊中 印度的服務員廣大 人口眾多 種株胖雜 用一村一國土一神一世界 來形容印度文化的多元 可是一點點都不誇張 自古以來 藝術就是他們生活的基礎 經濟的來源 與部落文化的直接反射 所以一個部落的人民 通常會以精緻的工藝 來突寫自己高人一等的文化身份 書名在幹嘛 幹嘛在菜啊 這是薑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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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蚵仔 蚵仔 你居然說蚵仔 沒錯這是蚵仔 它這個就有點像 它就是過來這邊賣 過來每個家庭都賣 沒有一個家庭 現在有人要跟他賣 台灣以前有喔 琴enceau balla kamado linggo 他會這樣 就一直喊 一直喊 道先生印度到連城市打城市 都還有 每天早上睡覺有人打上腳 要不要買香蕉 琴enceau balla kamado linggo 你給我念 琴enceau balla kamado linggo 你會唄 這個是在布上面畫畫 哇 他們用的顏色很簡單 就是黑色跟白色 有一個粉紅色 他這是畫神像的故事神畫嗎 他們每一個藝術家都畫的都是神像 這邊的人做的、畫的、雕的都是神像 所以你叫他畫一個小叮噹 為什麼他不畫 他絕對是畫神像的 傳統是畫神像的 如果你給了很多錢告訴他要不要畫一個 他還是會 可是你看他畫之前他還是要用鉛筆 畫畫基本上是差不多 我用鉛筆先畫出來 然後畫這樣子的紫像 然後等一下這個顏色 慢慢再上上去 為什麼他們畫的人 耳朵是這麼大 然後眼睛是掉這樣子 對他們來說 一個漂亮的人 是這個樣的 應該從旁邊可以看到 他的眼睛 從旁邊看到才會最漂亮 還是他們前代的人 他們學的是怎樣 他們學的是這樣 所以你看他所有的東西 他都是畫側面 對 布料繪畫 是Orisa藝術的一大特色 光滑的表面 加上容易攜帶的特性 在沒有紙的時代 布料 就已經被廣泛的運用在繪畫上 傳統的繪畫 以黑、白兩個顏色為主 內容也多半是當地的傳奇 神話與人間故事 隨著時代的進步 除了主題越加的豐富之外 顏色也是越來越繽紛喔 這個一張畫要幾個人畫 一個人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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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 要 這絕對要兩個半月 看不出來 完全 對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他如果煮在臉上 可是有啦 他的臉看起來是比較有氣質 他的眼神 可是你不講的話 真的沒有感覺 好像賣菜的 賣菜的 賣香菸的 賣菜賣菸的 可是他確實是藝術家 其貌不洋的藝術家 不對 應該這樣子說 賣菜的Pikasso 架著牛車的飯骨 煎著印度餅的Money 不誇張喔 在Puri滿街都是 藝術對Puri人而言 不是凌空的抽象化 而是真實存在他們體內的基因 舉手能化 對他們來說 不是專長 而是一種本能 紅紅 紅紅的 這樣是祝福的意思 祝福的意思 他們覺得就好像是 我們碰到他一樣 其實他幫你們 開第三個眼睛 智慧眼睛 我開智慧眼睛 我開智慧眼睛 駕著牛車的男人 手抱嬰兒的女子 每一個與你擦身而過的女人 持刀擰腰 舉手文化 藝術 就是他們身體裡的血液 我在東印度 遇見渾然天成的藝術真諦 紅紅紅的 紅紅的 這樣是祝福的意思 祝福的意思 祂就把 祂上面這個紅紅的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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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今天 就剛剛好今天 一年一次 就是那麼巧 一年一度的祈福儀式 都讓我們給碰上了 Oryssa的部落宗教屬於泛林論 結合了禁奉祖先自然崇拜與拜物主義 他們相信喔 整個部落的生活與工作 都是由附近的小山 森林 河川與房子內存在的 超自然力量所控制 所以每年婆羅們會在特定的一天 專程從廟裡出來 幫村民做法祈福 以保佑他們的平安健康 他現在是在唸什麼東西 古老的時候來這些廟 都是教育中心嘛對不對 他們研究天文學 他們現在 他剛剛 現在念的是今天 這個日子 星星在哪裡 星星在哪裡 他們對這個 跟這個世界有什麼關係 跟人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應該 老百姓應該做什麼 吃什麼 穿什麼 喔 這是一種 天文學 喔 有點像我們中國那個農民地 Yes 所以他那個一帶上去 就是算踢檔了 踢檔了 對 踢檔了 收到了生的 保護生的力量 感應了 先給他收到力量 保護生的力量 一帶上去 那他這樣子走過去 是代表什麼意思 對 他先一部分一部分 整個籠子都要分開 是一部分 所以他挑了從那邊 挑到這邊 一次生 他從那邊開始 一次祝福這些地方 把這裡面的那個魔鬼趕走 他現在可以給祝福 伴隨著音樂與舞蹈 整個祈福儀式 就像是一場小型的 宗教家庭嗎 除了幫大家 開啟智慧的第三支眼外 法師更是透過音樂舞蹈 安定部落人民的靈魂 並滿足他們的內在 是因為這樣 村中的人民 才有源源不絕的 創作靈感嗎 我不知道 但我寧可相信 他們與生俱來的藝術天分 並不是他們求來的 而是超自然神靈 給予這群善良人民的 一份祝福 誰是 你的護士還是 你的護士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他這個還是就是 現在只有形狀而已 他臉的什麼都還沒有刻出來 喔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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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化身 他那個神也超多化身的 很明顯的 他們還在學習的階段 這個釋迦牟尼的頭有點扁掉 我沒有刻過石頭 一般都是刻木頭 哇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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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你會嗎 No I can't 他這個石頭 可能是稍微軟一點的那種石頭 你看我這樣輕輕地畫上去 其實我沒有用什麼力量 所以他的粉就出來了 因為他們現在是練習用的 所以你看他旁邊的石頭 其實不是很好 他們還在練習 不過年輕人 會這樣子練習就很棒了 我們台灣沒有什麼人會 幫你們拍拍手 對 從古至今石雕就是 Orisa地區最主要的工藝品 當傳統藝術在世界各地 漸漸消失的同時 在這裡古老的完美工藝 反而正蓬勃發展 在鋪裡 工匠雕刻的材料 並不侷限在石頭或是木頭 他們也會利用植物 像是乾燥之後的水筆仔 來雕刻神像 特別的光澤 讓作品看起來 就像是潔白的象牙一樣 雕刻藝術在Orisa 不只是傳承 更得到最完美的發揮 你從哪裡來 從台灣 台灣 台灣 不是台灣 台灣 你知道中國嗎 中國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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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好好去學東西 不學什麼台灣 為什麼大胡子會生出來 這是怎樣 acompañ Californian 看不看 cetan 合作 要知道 他會 博士 我們在去看看有沒有正盡的人 在做的 他們還在學我們去找師傅 我剛剛看也是 食物 像是拍照 對,拍照 對,拍照 這個剛有看過了 那邊這兩個也是畫 它整個這樣子連過來啊 是有一個故事性的 而且喔 非常非常 小的一個小孩子在畫畫 你年輕很長 16歲 16歲啊 很小的小孩子 在畫佛像那種感覺 就是說 跟他的年紀不是很符合的 不過他們這邊就這樣 全村可能都這樣 駕著牛車的男人 手抱嬰兒的女子 每一個與你擦身而過的女人 直刀凝膠 舉手凝化 藝術就是他們身體裡的血液 我在東印度 遇見渾然天成的藝術真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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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位 Coconut painting Coconut? 是 你有些Coconut painting?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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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藝術家的佳麗 你看看上面全部都是畫 Kishna's life story Gones life story Gones life story 椰子呢 是 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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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這是 兩色 哇 畫好是這樣子耶 很漂亮耶 and this only a glass painting a glass, glass painting 登記我一下,你看如果這樣子放的話 哇,放在那個玻璃紅也好好看喔 好像我們那種有點像那種 就是馬賽克玻璃有沒有 你讓你這樣子透光進來 整個顏色會這樣很閃耀的 Glass painting, you painting? Yes, my painting Oh, you are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Can, can I? You see your family, your house Can you show me? Inside Yeah, inside Inside OK? OK Yeah My house is inside, got me 這個家裡喔 這個家裡在這個村子裡面 我們看到現在幾乎算是豪宅 豪宅喔,很大,很大,水泥牆啊 然後兩森喔 Can we go upstair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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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上 雖然好像這樣看起來牆壁是這樣的 這是水泥牆對不對 但是你看它的家裡 藝術家的家裡面 This is rice painting Rice Rice, only water and rice powder Yeah, rice powder,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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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this is pudding No This is no, this is only this Oh Oh Oh,甩上去的 Yes 這隨性的潑米畫 可以說是Orisa藝術中最經典的代表作人 在古老的部落裡 這些象形文字的繪畫 這些象形文字的繪畫 被認為是一種禁神的貢品 也代表了村民對祖先與神靈的虔誠祷告 可以屆時保佑家中五穀豐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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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Here This is my guru Guru Yes No thoughts So you sleep here Yes You sleep here You and your wife My wife My three Two son You have two sons One daughter Yes How to sleep How to sleep Where you sleep Here and your wife This is And three kids This is And this is Okay, no problem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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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roblem 我躺下來你就知道 為什麼要這麼緊張 很明顯的對我來說 完全不夠長以外 這個我一個人睡稍微大了一點點 兩個人睡就擠了 可是他們有 Five Here is old part of the house Fou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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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here There is new one New one New one 對 這邊是舊的 所以你看他屋頂也是那種茅草的屋頂啊 然後還是維持很傳統的這種上面可以放東西啊什麼的 然後房子整個都是舊舊的 藝術家的氣息在這邊展現 很新的房子 水泥的 我不要住 Yes 我要住老的這一邊 Yes 對 你現在聽得懂中文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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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我很帥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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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很好 請我吃午餐 Yes 請我吃午餐 Yes 有龍蝦對不對 Yes 有牛排對不對 Yes 也有很多啤酒喔 有葡萄酒對不對 Yes 太好了我們現在就去吃午餐 Lunch Yes Very good Lunch Here Kitchen 請看一下上面 然後看一下這個四周 房子外表很漂亮 但是廚房也不能說它不漂亮啊 跟房子有一點點落差 它雖然是外面是土的喔 可是其實是很乾淨的 喔 Cow Du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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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妹 我們現在又是坐在牛大便上面 可是牛大便它塗完啊 這個整個會有點像水泥的那種感覺 是這樣 老幹幹的、幹幹的、印印的很好做 Cow Dump What is this? 的筆 筆 Merry good And cheese You need my wife Oh Merry beautiful Merry good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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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手當當的 哇 好有理嗎 他手當當的 不跟我握手 but where's our lunch? Just finish the other thing and rice and rice sab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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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bji sabji OK so now we're waiting for our lunch 一個炸魚頭 一碗不知名的豆泥湯 加上一盤白飯 這就是我跟甘露的第一頓 也應該是最後一頓的午餐 走過二十多個國家 無數個傳統部落 這樣簡單卻熱情的款待 我不知道吃了多少 跟這些世界各地的朋友互動 是首次相聚 通常也是分手離別 不過也因為如此 更讓我珍惜每一次這樣跟他們席地而坐 體驗當地生活的機會 你會畫 他會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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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會畫 對 所有的地方 對 一兩個會畫沒什麼 可是全村的人喔 小孩子應該 they the kids 畫 學校 小孩子上學 只要是大人 每個人都會畫 好 請 哈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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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邊 他們明明每個人都很會畫 可是你看他們就要搞這種遊戲 做得到了 數字 好 容器 好 左 剛才 對 非 厲害 鎮 對 男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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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我不敢我,我不敢,我不敢我 Dancer 你男生,你給我 在看 我感覺,你好像,好感人 我有,有他 1,2,1,2 1 1,2,3 跳舞 跳舞實在是不太擅長 不過這趟遠征到東印度的Orisa 當然不能丟台灣人的臉 從骨子裡湧出來的民族使命感 讓我決定使出我的殺手劍 獨佈世界所向披靡的必殺絕技 我現在做這個動作 如果他們做得到我給五十塊 學招 一百塊 兩百塊 沒有人做得到 小孩子可以嗎 這位先生可以嗎 你要上來小鎮嗎 對不起 很多要欠你失敗了 好 你們看一定覺得很奇怪 我現在在幹嘛 我身邊的人在幹嘛 來請他過來 平常都是我來發糖果對不對 但是剛剛那位小朋友 他非常的好喔 他贏了兩百塊Ruby以後 他就去買糖果來請大家吃 現在在那個大人頭上 要發給大家 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村落 一群血液中流動著 藝術細胞的生活家 在這裡沒有物質化的環境 沒有藝術家的將氣 與不可一世的凹氣 具有著超凡的藝術靈魂 與巧夺天空的精湛手藝 他們憑藉的是千百年來的藝術傳承 是對美學的堅持 不分古典與現代 藝術的美超越了宗教語意 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這趟旅程 因為從Orisa人身上 我終於了解 唯有心靈上的平靜與獲得 才得以將藝術與生活結合 而達到完美 在Orisa 我擦身而過的國民藝術 因為有這群天生的藝術家 而綻放光芒 詞曲 李宗盛 製作人 李宗盛 製作人 李宗盛